起来,旁,沉,落,下,旁,上,旁,落,旁,上,旁,落,旁,上,旁,落 好,手臂既然找到了跟着身体去被挑起,被垂下,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千万别去做绕圈 那么既然已经找到了这种被动的动作路线 我们要找,就像擦玻璃的感觉 好,那么我们既然找到了这种被动的圆 好,我接下来再说一个重点 朋友们,谁还记得我之前老早就讲过 我们的身体有一禽一蓝 或者说手臂,说手臂 手臂有一禽一蓝 禽于什么,蓝于什么,谁还记得 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身体 你的延伸要干什么 身体长起来通透的支撑杆框架 你要饱满 而顺着身体要倒 要干什么,要蓝 所以说手臂禽于什么,蓝于什么 我看还有谁能记住 不错啊,图书办 禽于延伸 蓝于变化 刚才我们很放松的,其实没有太延伸 是不是,我怕你们过度的用胳膊去做动作 所以压根就不让你们去使劲 只是垂在这儿,很放松 让身体去翘翘,就让它很松的 只是保持一个相对的位置就行了 别让它完全掉下来 掉下来你就带不动它了 拉出来一个方向之后保持住 让身体去变变变 身体变去顺出来这一个圈 那么接下来,琴鱼延伸 蓝于变化 蓝于变化刚才做到了 就是垂在这儿保持住 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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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琴鱼延伸把它做出来 琴鱼延伸是什么 咱们现在啊 先不做黄手去怎么抹啊 怎么绕圈啊 咱们先把手臂的长度给出来 也就是我们旁蹄之后 旁蹄之后 它的左旁蹄又延伸 这儿要拉长了 但是一拉长是指甲往远探啊 可千万别一拉长就整个胳膊架着去绕了 找一次 准备 走 左旁蹄又延伸 往上挑的时候 手臂只需要拉长一点就行了 不要去挥动啊 走 挑身子 手臂保持延伸 延伸延伸 落着落着 落到这边的延伸 松下来 走 旁蹄 走 上去 走 旁 下 旁 上 旁 下 旁 上 旁 下 旁 上 旁 下 가격 延伸长 能不能太松啊 下 走 旁 上 但是千万不要去挥动旁 一旦你去挥动胳膊的时候啊 你的动作就变得水了 一定要以身带手啊 这个词我不太想说 好像挺俗的 我平时讲课不讲这个 但是仿佛也挺准确的啊 旁 上 旁 下 旁 上 旁 下 旁 留住的是吧 留住的 留住的顺从着落 下 好同学们 找没找到 手臂完全随身体的变化而变化 而身体本身是在干 手臂本身是干什么 管的是个长度 让它别太松就行 是不是 它的支撑感在哪呢 在于通透的延展 而上下甚至左右 都有谁决定着 由身体的变化决定着 所以我们经常说 五点五跳的好了 是行云流水的感觉 那么行云流水从哪来 就是本身它要舒展 像流水像白云一样 是很慵懒很延伸的感觉 那么同时呢 行云一直在天上飘 一直变幻莫测 流水从高往低 它有急有缓 但始终不会停下 这就是什么 既得有舒展延伸 又得有连绵的变化 舒展延伸在于 延展的透劲 是不是 我们手臂透出去的 而不是就是伸 伸的胳膊 都是松的延展出去 那么变化的时候 看它一直在保持这种延展 但是千万别操作它 一旦你去操作它 看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这样 嗯 你们是不是有时候 做双方手就做成这样 就拿手臂 最后就算我们真的 把它变成抹的感觉 那也一定是旁蹄 变化用身体 用身体带着它在抹 身体带着它在叫 那也不是手在这擦玻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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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